第五人格病患和艾达去了庄园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看前点赞你最棒 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我们知道艾达曾经把病患从分能院中带走 艾达爱上了病患 他知道分能院的电疗手术根本没办法治好病患的病 所以他尝试给病患做心理催眠的治疗 但很显然这种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差 最后病患受到了庄园主人的邀请 他带着病患去庄园 他认为在庄园中有办法能治疗病患的病情 而我们在官方宣传片的片尾 发现了一个大脑被可怕的刀子划开了 这应该是暗示病患去了庄园后遭遇了开颅手术 之前节目中龙哥曾经推测过 开颅手术可能是庄园的主人为了复活小女孩 所以不断的寻找合适的求生者身体 想把小女孩的思想和记忆钻入新的身体游戏中 用这样的方法复活小女孩 开颅手术表面上是为病患治疗脑部疾病 其实是想尝试进行记忆患脑的实验 小女孩和病患艾达出现在同一个宣传片中 我们在官方的宣传片中也找到了 写着病患是实验体的文版资料 所以病患很有可能是被当作了开颅手术的实验体 病患和艾达应该是被骗去庄园的 关注我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